女孩正准备去银行给哥哥存学费 一对陌生夫妻突然找上她 夫妻俩苦苦哀求女孩借点钱帮女儿做手术 等下午家人转钱过来就还给她 女孩有些尴尬 这些钱是要给哥哥交研究生学费的 女孩生性心肠软 架不住对方的眼泪 最终把身上的五千块都掏出来交给他们 夫妻俩万分感谢 还让女孩留个电话 约定下午就在旁边的公园再见 到时就把钱还给他 可女孩等到了晚上 那对夫妻还是没有来 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 女孩只能安慰自己 他们一定是有事耽搁 这时那个男人终于打来电话 女孩说没关系 他想去医院看看他女儿 可男人却说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医院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女孩再打回去对方也没有借 他无奈只能回了家 妈妈问他给哥哥转钱了没有 女孩支支吾吾 最后才如实相告 他把钱借给一对陌生夫妇救急了 妈妈一听就骂他傻 这摆明了是遇到骗子了 不是呀 他们说会给回点钱我的 妈妈二话不说就要报警 可女孩坚持对方不是骗子 当时他们那么着急的样子 如果是装出来的 那演技该多好 妈妈无语 怎么生了个这么蠢的女儿 还好有对方的电话 他抓着女儿的手就要去派出所报案 女孩赶紧改口 谎称把钱借给同事了 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借同事还好 明天赶快把钱要回来 这是给你哥哥的学费 可不能耽搁了 女孩在咖啡店上班 为了补那五千块的漏洞 只能开口找同事借钱 得知女孩把钱给了两个陌生人 同事当然也认为他们是骗子 但他愿意帮女孩解着燃眉之急 这时女孩接到了夫妻的电话 他立刻来到对方下榻的宾馆 暂时没办法还钱 实在不好意思 啊 没事没事 嗯 那小朋友现在没什么事吧 女人哭着说 女儿现在有并发症 还需要做手术 可是家里已经没钱了 见女孩没说话 男人忍不住再次开口向他借钱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你就看在我可怜的孩子的份上 再帮帮我们吧 李小姐 见他们跪在地上可怜兮兮的样子 女孩心头一软 答应明天借钱给他们 晚上回到家 女孩将同事借的五千块钱拿给妈妈看 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不敢再把钱交给女儿了 她决定明天亲自去转账给儿子 女孩只能悄悄打电话 让哥哥把钱转回来 第二天她独自来到银行 想要给那对夫妻转钱 可妈妈一路跟了过来 她生气地冲过去将卡拔出来 这才阻止了女儿的愚蠢行为 妈妈此时真想抽女儿一巴掌 对方究竟是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她这样心甘情愿把钱交出去 女孩抢过卡 跑到存款机前 迅速将五千块转了过去 妈妈终于再也受不了 昨天五千 今天又五千 一下被人骗了一万 丈夫早死 她一个人辛苦拉扯两个孩子 儿子又还在上学 因此她把钱看得很重 不想辛辛苦苦赚的钱 就这样被别人骗走 可女儿还是执迷不悟 认为对方不是骗子 女孩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被骗 不信我带你去找他们 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差点把她逼上绝路 两人来到那对夫妻下榻的宾馆 敲了半天没人回应 去前台问了才知道 他们已经退房离开了 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那铁钉是骗子无疑了 妈妈带着女孩去报警 对方的银行卡账号是外地的 要追查起来比较费时间 妈妈又气又恼 对着女儿一顿臭骂 看着她这么蠢 真是一肚子都是火 女孩也感觉很郁闷 她只是希望以后在外面遇到困难 也能遇到好心人帮助而已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 而同事得知自己借她的那五千 她没有给哥哥交学费 而是又给了骗子 瞬间有些生气 想帮助人没错 但也要量力而为 不能这样无脑捐钱吧 女孩认为当时情况紧急 同事无语 你喜欢被别人骗是你的事 但我的钱请在两天之内还给我 女孩没办法 晚上下班就来找妈妈 妈妈已经帮她把钱还给同事了 然后拿出房片视频 让女儿好好补课 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面对妈妈的教育 女孩却突然爆发 女孩跑了出去 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她打电话跟哥哥诉苦 哥哥虽然安慰着她 可她也无法理解妹妹那种心情 因为这个骗局实在太简单了 她想不通妹妹怎么会上钩 连哥哥也没站在她那边 女孩心灰意冷跳下了江水 还好当时有个好心人 及时将她就回来 女孩很虚弱 哥哥连夜请假回来看她 家人都很担心她 钱虽然重要 但是命更重要 你个傻孩子 女孩委屈地说 妈妈此时也意识到自己教育女儿的语气中了些 这时 救女孩的好心人过来看她 原来正是前几天借钱的夫妻 男人说手机摔坏了 联系不上女孩 这几天一直在公园那边等她 可是没等到 直到今晚才看到她莫名其妙跳江 于是赶紧将她救起来 男人拿出一张银行卡给女孩 里面有一万块钱 感谢女孩在危机关头借钱给他们 救了他们孩子一命 肇事司机已经抓到了 医药费有着落了 女孩很开心 原来自己没有被骗 好心是有好报的 不得不说 最后这个结局有点童话 现实生活中 一百次这样的事 顶多两三次会遇到这样的美好结局 剩下的全是骗子 而且受害者要是都像女孩这样上头 很容易被骗得倾家荡产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擦亮眼睛 不要像女孩一样亲信陌生人 有心帮助别人是好事 但要量力而为 而且要查清情况 不然钱容易打水漂 除非你是土豪 不在乎那么点钱 如果你像女孩一样 在路上碰到陌生人借钱 你会借吗